大家好,我是Cece 今天帶大家遊訪一些香港殖民時期很重要的地點 首先第一步就是來到華富村陷的瀑布灣公園 很多巴士都到這裡 然後下巴士後,向著海走便會到 走到海邊後,向右邊走 之後便會找到一個梯級 離遠後便聽到瀑布的水流聲 來到瀑布的旁邊 在18、19世紀,英國因為希望和清政府經商 所以派了外交官去中國 而同行的還有地理學家 記錄了南亞島和香港島的地理面貌 可以見到兩座山之間有一條瀑布 而清澈的水經過大石流漲大海 這條瀑布其實是香港極少有流去海的瀑布 所以其實在海中間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它 雖然這次遠行是失敗而回 但為瀑布灣畫了一幅很小的水彩畫 而它便是香港第一幅圖像紀錄 這幅畫令西方人認識到香港這個地方 後來去到林澤徊 威逼葡萄牙政府 將在澳門的英國商人趕走 而這些商人便到薄庫林補給水源 可能有人來到便會說 這條瀑布其實在香港也不算是一條很大的瀑布 所以不明為何當時人們會覺得它這麼漂亮 不過其實它是因為1863年 建了瀑布林水塘之後 跌了水源 所以就變得沒那麼壯觀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原本是更大的一條瀑布 在瀑布的旁邊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座古色 就是這座廢棄了的瀑布 這個機槍堡的編號是PB06 大概是1939年興建的 當時日本已經展開了侵華的戰爭 這座機槍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護薄庫林水塘 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真的挺重視這裏的水源 離遠都可以感覺到這座機槍堡用料不錯 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風浪依然是很完整 如果遇上潮退的話 這裡應該沒有那麼多水 可以走到碉堡那邊 不過今天剛剛遇上了這個時間是潮漲 在博庫林村每一年都有一個習俗 就是他們會摘著一隻火龍 然後把它丟進瀑布灣的海 我們現在就會去博庫林牧場 因為那裡就會有一個展覽去介紹這個集中 不過進去博庫林牧場是要預約的 所以大家記得在網上預約了才去 就可以坐車上回去 不過其實也可以走路去的 大概要走20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就在博庫林牧場 我們現在就在博庫林牧場 下車 然後就要走前一點 轉進來 FINTIES的這個海 然後走到路的盡頭 右邊就會看到 八大利教堂 和博庫林牧場 我們就拿著兩個都一次過今天看賣 博庫林牧場是免費入場的 然後來到的時候 就去這個中心那裡 登記了之後 就可以自由參觀了 我想參觀的重點就是 這座高級職員宿舍 現在已經是一級歷史建築 進去就可以看到舊牛奶公司的歷史 和以前的照片 牛奶公司是1886年 由一位英格蘭醫生 和五位香港商人成立的 他們就立志要改善香港社會的健康情況 所以他們就在香港養一些進口牛隻 提供牛奶 在當時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牛牛需要適應香港的亞葉大氣候 在高峰期 這裏曾經養了1500隻牛 舊牛奶公司用這裏 在選子 其實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下季都很涼 所以剛才我們在裡面 就覺得 為什麼沒有開冷氣都這麼涼 然後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裏有可靠的水源 我還打算可以看得回 之前在這裏看過一個展覽 但現在已經變成餐廳了 可能一會兒就可以走到博庫林村看 但是這裏找到一個 我之前未看過的展覽 它是介紹了所有的牛牛 以及說牛奶怎樣加工 其實我覺得這裏也挺特別的 可以來看看 之後我們就再走上去買 八大梨這座教堂 八大梨修院是1875年 由法國外方全教會興建的 所以是有了修院才有牛奶公司 一進去就會見到兩棟八角形的建築 它們就是建於19世紀末的牛奶公司牛棚 這裏是傳道會在東南亞地區第一間的療養院 提供了休養的地方 被患了熱帶疾病的全教士 在修院運作期間 總共接待了多過6千名的全教士 二八大梨這個名字 在聖經中 就是耶穌救活一位死去多日的人 所在的村落的名字 所以就是有救活病人的意思 在1974年全教會簽出之後 第二年就被發展商買了 原本的計劃就是清拆了它 用來興建住宅的 不過幸好香港政府就提出 以現在智庫花英的地平 去交換修道遠和牛奶公司的地方 所以就變了政府的產業了 參加道賞團的話 就可以去到八大梨的內部參觀 可以看到小教堂裡面的彩話玻璃窗 以及酒教改建而成的博物館 八大梨也可以進去參觀 不過一定要跟道賞團 所以就要在網上預訂了才可以來 看完八大梨之後 我們就過去對面馬路去博富林村 我們剛才在復步灣講的火爐 在這裡就看到了 就是這個 這個沒有火龍的儀式 被稱為龍龜滄海 村民認為香火可以跟鬼神溝通 所以沒有火龍就可以解決瘟疫了 這個是有百多年歷史的活動來的 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人手製作的火龍是用了粥、和草和鐵線的 而製作火龍的和草 以前就是由村內的牛奶公司提供的 博富林村是香港最古老的一條村落 在香港島還沒開埠的時候 就已經有它了 在1886年牛奶公司成立的時候 因為需要大量人手 所以村內的人口就迅速增加 多了很多前舖後居的商店 在牛奶公司運作的高峰期 全村有半數的人都是為它打工的 村內的小行坐中複雜 有相當多的寮屋 不過村外圍就有兩棟七八層高的建築物 它們就是牛奶公司員工宿舍 不過現在都已經被荒廢了 現在我們就離開博富林村了 村內其實都有很多指示牌 就跟你說出口在哪裡 所以雖然路是難找的 但始終都會找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自賦那邊吃午餐 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在村內參觀的時候 就要盡量降低聲量 還有就不要太阻礙村民的日常生活 在休息的時候 我都習慣換一雙拖鞋 等腳休息一下 這次就想介紹一個運動恢復拖鞋 就是來自美國的UFOS UFOS 總有鐵伏谷中支撐 以及UFORM 高效能吸震鞋床的專利 是獲得眾多專業運動雜誌推薦的 我就選擇了以木立鞋作為設計欄本的UKLOCK 木立鞋 源於16至18世紀 採用鞋尖蜜蜂 口筋流胸的設計 這款獨讀的設計 充分展現了用冷市場 因為天氣快要轉涼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不老腳趾的款式 而且我也是習慣穿了蜜蜜才穿 所以我就買大了一個尺寸 我就打算平日出街也可以用它來襯衣 UKLOCK 除了有木立鞋的設計精髓 還秉承著品牌的中指 以舒適度為最大的考量 沿用了專利的UFORM 吸震物料科技 利用人體工學鞋床設計提升觸感 比傳統鞋的中底吸收多了37%的衝力 減低對腳板和關節的壓力 而這款鞋更改良成平底鞋款 所以舒適度和拖鞋一樣 展示出時尚和舒適休閒的平衡 行走的時候落梯級落得多 膝蓋都會痛 我會換上這隻拖鞋 因為它可以減低我膝蓋的壓力 走路的時候舒服 和也會舒服得快 偷偷地說一個秘密 讓這條影片的觀眾知道 就是如果利用我的Discount Code CC15OFF 就可以850優惠入手UFORM的拖鞋 你可以去我的Description box 找到連結可以按進去買 吃完東西了 我們就走過來 剛才過了的博富林牧場 博富林村 然後再直走上去博富林水塘 直走一會後 右邊就會找到這個 轉入博富林水塘道的路口 我們就會轉入一隻眼圈 博富林這個名字的樂園 一直都有少少討論空間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博富 其實就是綿褲 就是一隻鴨仔 有這隻鴨仔在棲息的樓 所以就叫做博富林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進去 其實從古時開始 人就有雜水的習慣 不過水就要為養魚 之後去到英國殖民時期 他們英國人才把 古羅馬的書水和儲水智慧 帶來香港 所以他們就在這裡 起了香港的第一座水塘 就是博富林水塘 在香港開爆的初期 香港營口壓力越來越大 水源亦都很短缺 因為港島四面環海 沒有淡水的河流 所以當時殖民政府都沒有了 直到港督羅便臣罕獻 誰能提出方案就可以拿到賞金 所以英國皇家工程部 建議政府在博富林谷興建水塘 收集雨水解決居民的需要 之後就在163年 建成博富林水塘了 原本這個水塘並不是那麼大 因為起水塘 代表可以有其他城市建設 例如消防龍頭 供水點 所以起水塘的預算分薄了 然後來到閘口的這個位置 就要立刻轉上去 走梯級繼續走 原來也挺多梯級要走 走走走 在臨終找到一座雕堡 也挺隱蔽的 埋了下去的 一直上梯級 然後上到一陣子之後 竟然是進了一些山路 然後上來就會看到一個路牌 我們就會轉去左邊 這邊的海景也挺漂亮的 很開洋 頭段的這段路 感覺上都是很多樹蔭 走得很舒服 然後我們沿著這個廣島的一段 一直走上去龍虎山的一個觀景台 這棵樹呢 雖然樹桿也很粗 不過不是很粗 但樹根是很厲害的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更粗 之後看到一個 只向山頂的路牌 我們就會轉上去繼續走梯級 上到來也是要走很多梯級的 這裡對外就可以看到整個南瓜島 走的時候也要轉頭看後面的風景 因為越走越高 就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海景 到了龍虎山的觀景台 這裡就超級開洋 其實這裡也是一個軍事遺跡 為了對抗日軍的入侵 英軍由1936年開始 就在港島加建了很多防禦措施 這個位置視野良好 而且高度夠高 所以就適合用來建炮兵觀察所 炮兵觀察所比起機窗保細 主要是用來觀察附近的海灣 如果發現到敵軍有動靜 就會通知總部 因為要盡量隱藏於周圍 以防敵軍發現和攻擊 瞭望窗上就鋪了一些 偽裝用的細石 現在觀察所入口已經被封住了 經過這個觀景台 其實後面在西高茶園 也有路可以上到西高山 不過是非官方路線 所以也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們這次輕鬆一點 就打算走一下力道 所以就拿回來 然後就走這條比較簡單的水泥路上去 因為香港的氣候很炎熱 所以在殖民時期的初期 英國人把山頂當成他們避暑的地方 一開始山頂規劃了成為 外籍家庭、市捷、總督的人士 才可以在那裡住 而華人不可以在那裡住 不過去了後來就開放了 既然因為樓價太高 所以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的地方 因為山上的風景優美 所以殖民政府就在這裏起了步道 一直走的時候 都覺得這裏的路燈、欄杆 可有勾式風情 之後就會來到最後一個景點 盧吉飛步 今天的旅程由一條瀑布開始 用另一條瀑布作結 我們可以看到人自古而來 就會尋找乾淨的水源 而有水的地方就會有人聚居 我們就要出山頂廣場乘巴士下山了 這段影片都會在這裏完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Bye Bye 1 3 最新朋友 要iments 4 去